舒适的退休几晚年生活 离不开稳健的投资策略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佳妮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 最稳健的四大投资策略 退休生活的规划 好比我们造房子 只有把地基搭建的扎实 这个房子才能承受自然的摧残 而屹立不倒 综合性的投资规划 才能够经得起市场的波动起伏的挑战 让我们的退休生活 没有后顾之忧 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美国市场上四大投资策略的特征 通过分析他们的优缺点 帮助大家最好退休的综合规划 退休后稳健的投资策略分别是 指数型年金 定存 共同基金和国债 那么我们一起来分别看看 这个四大投资策略的优缺点 我们首先看一下指数型年金 指数型年金的优势呢 主要是投资收益延税 有潜在的增长 投资灵活 免罚款可以提前支取 本金呢可以抵御市场波动的风险 带有长期护理 以及重疾的附加条款 还有多种投资策略 供选择 以及有终身继父的功能 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缺乏地际领取的这个流动性 同时没有FDIC的保证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定存 定存大家一定不陌生 就是定期存款在银行里面存一个三年五年的定存 那么定存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当然有潜在的增长 第二呢 本金可以抵御市场波动的风险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FDIC保证 我们看到定存它的优点很明显 但是缺点也是非常的明显 没有潜在的延税功能啊 投资收益也比较的紫板 而且不能够提前支取 那我们这边就不细说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共同基金 共同基金予求放子 大家肯定也不陌生 它其实是这四大投资策略里面 风险最大的一个 共同基金的优点是什么呢 潜在的增长 投资灵活 可以免罚款提前支取 具备立即领取的这个灵活性 但是缺点也显而易见 共同基金你每次在买卖交易的时候 就要交税 而且共同基金没有保障本金的功能 会出现本金下跌的风险 同时也没有FDIC的保障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债券 债券分政府债券也分公司债券 债券的优点是什么呢 当然有潜在的增长 同时有免费提前支取的一些特点 当然也具备一些地区领取的灵活性 缺点也很多 那譬如像今年 整个利息上涨比较大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债券有大幅的下跌 同时大家要知道 债券没有FDIC的保险 所以我们从这张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这个四大投资策略各有优缺点 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规划 大家可以回顾我们上一期的节目 根据实际的需求 把风险最低的放在最下面 把风险高的放在上面 来搭建一个比较稳健的退休投资策略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 欢迎您点赞订阅并转发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